近日,南京地铁公关的警犬队迎来了三只新的公务汪 这三只警犬都是不足一岁的小男生 他们被南京地铁警犬队称为毛茸茸的新鲜血液 4月18日,中国新闻社记者实地探访了南京地铁警犬基地 用镜头记录警犬的搜报训练以及生活常态 记者在南京地铁警犬队看到 树枝活泼好动的警犬在训犬员的带领下 体验在自然状态下的机动灵活性 并进行了日常的搜报和搜救等相关科目 我们警犬中队目前有成犬16条 还有6只是我们的幼犬 目前我们担负的工作主要是地铁的搜谎报工作 我们的6只幼犬刚刚引进回来 暂时还不能上岗搞三岸工作 他们要参加3到4个月左右的集中专业训练 上岗合格之后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警犬 搜报工作主要是对重点车站 谁带了一些可疑的相包开展与搜损 尽头前的两只使丁隔犬 因为嗅觉灵敏的特性 主要担负着地铁日常的搜报职责 部族伴随的他们当天也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分别叫做初一和十五 而另一只7个月大的拉伯拉多犬 则被训导员亲切称为抹茶 十五和初一 这个是通过这个网上 这个也是投票最多的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吧 然后让网友能够与我们的警犬 能够行为一种互动 能够更重关心我们地铁的公共安全 当天南京地铁招募的三名平安合伙人 也来到现场和警犬互动 平安合伙人是我们地铁警方 这几年来在民间发起的一个队伍 俗话说警力有限 名利无穷 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自群众 来自更多的乘客 来给予我们非常多的一些线索 事实上之前 现在我们的平安合伙人的数量 已经发展到了2700余民了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线索 周倩告诉记者 目前南京地铁警犬的工作职责 主要是担负着节假日里的地铁巡房和储处工作 为出行民众保驾护航 自2015年起 南京地铁公安分局开始招募平安合伙人 只要年龄在18至70周岁 经常乘坐地铁热心公益事业的市民 都可成为平安合伙人 据悉 2018年的南京地铁警方 收到各类平安合伙人信息3685条 其中有价值信息500余条 协助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和排除安全隐患 为民众出行提供安全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